还得再加扰动隔机 上逆动隔 以气逆上冲喉间 额额连声 特点是什么呢 声短而平 不能自止 这是恶逆的概念 这个概念虽然不会直接考什么叫恶逆 但是概念给我们传达了这么几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是他的冰肌 胃气上逆动隔 其次是他这个声音特点是声短而平 如果这样考试同学们 说恶逆的特点下来哪个是最关键的一个特点 那么恶逆的声音特点声短而平 恶逆 爱气的特点是什么呢 爱气的特点是声长而缓 这个我们在中医诊断文诊里面 文诊里面 文声音听声音 恶逆爱气 这里面曾经学习过 恶逆呢是声短而平 爱气是声长而缓 好 恶逆的概念 需要大家掌握两点 一个是胃气上逆动隔 一个是恶逆的特点 再看恶逆的病因 包括饮食不节 情之不遂 以及正气亏虚 这三个方面 恶逆的病胃 在隔 好 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病胃 恶逆 病胃 在隔 病变的相关脏腑 肝 体 肺 肾 还有胃 就差谁了呀 就差没有心脏了 所以这一个相关脏腑 意义不当 那么重点就记得是 恶逆的病胃呢 是在隔 病肌 胃是合降 胃气上逆动隔 隔间气肌不利 胃气上逆动隔 最关键的就是最后这几个字 病理因素 包括有气瘀 食质和弹饮 主要包括了这三个方面的病理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导致的 胃气和降 气肌不利 胃气上逆 动隔 治疗原则 理气和胃 叫逆止恶 恶逆 关键就是要止恶 恶是一个胃气上逆 怎么止恶呢 降逆止恶 好的 理气和胃 降逆止恶 这是这一部分的知识点 鉴别诊断 肝偶和恶逆 都属于是胃气上逆的表现 肝偶属于是 想想肝偶没有东西 对吧 有声无误 它是有声无误 是胃气上逆 发出的一个呕吐的声音 是肝偶 恶逆呢 气是从隔肩上逆 从咽喉 尤其是它呕呕连声 声断而平 肝偶呢 一般不会连声不断的肝偶 肝偶的一下两下都差不多了 不会连声不断的肝偶 而这个恶逆 一旦恶逆开始的时候呢 都会表现为 呕呕连声 声断而平 并且不能自治 这两个有这样的表现不同 爱气和恶逆 也同属于是胃气上逆 但是呢 刚才我托了 爱气是什么呢 是声长而缓 爱气呢 是声长而缓的一种声音 而恶逆呢 声音特点是声短而平 爱气我们又俗称为 大宝格 一般我们吃饱了 身长的 打一个 两个宝格 不会连声不断的 那么爱气呢 这是短而平 并且连声不断 不能自治 接下来看到恶逆的正形 那第一个 胃中寒冷 胃寒 胃寒 而导致的 胃气上腻 声音特点是 尘缓有力 有力说明是实证 声音尘缓 有力 而且得热 则减 欲寒更甚 喝口热水 暖一暖 恶逆会 好一些 如果 再继续受凉的话呢 恶逆会更加严重 有这个特点存在 我们就不用看其他的了 有力 说明是实 洗暖 怕冷呢 说明是寒 那是个实寒症呢 是胃中寒冷 还有哪些 说明是寒呢 看一下 勿时 冷凉 洗热 口淡不渴 这是 胃中寒冷 而出现的恶腻 它的一个特点 温中散寒 降溺脂肚呢 用到的是丁香散 丁香呢 它有温中降溺 有这么一个特点 降溺脂肚的一个特征 第一个呢 是胃寒 第二个我们看 是胃热 胃火 上腻 呃腻的声音呢 依然是有力的 但它叫什么有力呢 红亮有力 胃中寒冷呢 是晨缓有力 胃火上腻 则是红亮有力 除了红亮有力之外 再看到 它有口臭 洗冷饮 口臭和便秘 这俩结合起来 口臭便秘 是胃热的最常见的指针 上有口臭 下有便秘 是胃热最常见的两个特征性的改变 再加上恶腻 连声 红亮有力 口臭便秘 那么就不用看其他的了 它就是一个胃火症 再加上它洗冷饮啊 胎啊 麦啊 这些特征 轻味降火呢 用到的是竹叶石高汤 清泻味热 降溺之恶 竹叶石高汤 第三个 气急淤质 淤 气淤 什么气淤啊 对 是肝气淤 怎么导致的 恶腻呢 生气 对了 恶腻连生 因情之不畅而诱发 随情之因素而出现的病症 都是干瘀的表现 那么这一个呢 你一看说这个人恶腻 然后因为着急生气发生的 那就是哪个正型了 对 就是气急淤质 再加上它除了恶腻之外呢 还表现出来有胸脚满门 有脚胀满的特点 以及脉象是悬脉 好 这个气急淤质呢 就是一个干瘀的表现 顺气解淤 何谓降溺呢 用的是五墨引姿 五墨引姿 有形气和降溺 有这么个作用 第四个恶腻 我们看到是脾胃阳虚 恶声低长无力 低 说明是属虚 无力更是属虚了 气不得虚 这说明恶腻是个虚症 什么虚继续往下看 呕吐清水 喜温 喜岸 晚复不舒 喜温 喜岸 喜温呢 就说明它是一个寒症 喜温 喜岸 虚寒症 好 虚寒呢 就是阳虚了 这是个脾胃阳虚的恶腻 再加上后面的手足不温 乏力 变糖 更是一个疲阳虚的特点 疲阳虚 基础方计呢 用到的是 李中丸 刚才呢 是脾胃阳虚 接下来呢 是胃阴虚 胃阴虚 呕声短 促 不得虚 像这样的声音特征呢 多属于虚症的特点 短促 不得虚 第一判断是个虚症的恶腻 什么虚呢 口罩腌肝 口罩腌肝 烦躁不安 这是热的表现 再加上舌虹少胎脉细说 舌虹少胎脉细说 是阴虚症的常见舌脉 这个胃阴虚用的是 以胃汤 前面皮满吧 皮满的胃阴不足症 也是用到的 以胃汤 这里呢 是恶腻 恶腻的胃音不足 以胃汤 好 关于恶腻 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们要把每一个正形 恶腻的声音特点 尤其第一步呢 先把它这个疾病的特征 分析准确 其次再去分析 它非常代表性的那些 肩症特点 在这几个正形里面 我们看一下方计里面 一个是无膜隐之 再一个是易胃汤 那么易胃汤 在哪两个脾胃病里面的 胃阴虚的正形里面用到了 大家可以写在你的书上啊 就像把这些有共性的东西呢 写在一起 包括这个无膜隐之 六膜汤 我们在内科里面用到了三次 哪三个疾病用了无膜隐之 六膜汤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第六个疾病腹痛 首先是腹痛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 也不是我们考试的重要内容 了解一下 它指的是什么部位的疼痛 胃完以下 齿骨毛巾以上 因为我们这几个痛病呢 后面会有一个鉴别 那么鉴别的主要地方呢 就在于它们疼痛的部位 那么腹痛 记住指的是 胃完以下 齿骨毛巾以上的这个部位 发生了疼痛 腹痛的话 由于这个腹部 有很多的不同的脏腹 我们中医学呢 又把它分了有大腹 小腹 还有少腹 那么里面所包含的不同的器官 因此呢 腹痛 除了我们说这个笼筒的部位之外 腹痛 与哪些脏腹经过有关系呢 包括有肝胆 皮肾 大小肠 膀胱 另外的话 那就是要考虑 在这个部位里面 有哪些经络所过 竹三阴经 我们想一想啊 竹三阴经叫做 从竹走腹 竹邵 邵阳行于 小腹两侧 少腹 手足阳鸣经 手足阳鸣 手阳鸣 大肠 足阳鸣 胃 手足阳鸣经呢 也是行于腹部 抽脉 润脉 和带脉 抽脉 润脉 带脉 都是起于包中 属于小腹的位置 起于包中 下出胃因 因此呢 我们说腹部 中医所讲的腹痛 与哪些经络相关 这一个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以前曾经考过这样一道题 腹痛与哪 以下列哪一个经脉 无关 考过一个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在经络的巡行里面 哪些跟腹痛有关系 好 每一个我都解释过了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病因病机 腹痛的病因呢 也是从外因内因两个方面来论述 内因呢 想一想腹痛 肚子痛 腹痛 内因应该主要是什么呢 饮食情质体虚 饮食情质体虚 外因呢 则主要是外感病血 外感失血 基本病机 痛症的病机呢 多是两个方面 一个呢 叫做不通则痛 另外一个呢 则是不容则痛 不通往往是一个 邪食组织气机 脏腹气机组织 被什么东西组织呢 各种病血 包括前面的饮食啊 情职啊 或者是外感啊 被邪气组织 不容则痛 则是由于体虚 体虚所导致的腹部的静脉失氧 病理因素有含宁 火于食肌气质血瘀 这几个方面 其实这几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马上要说到的 腹痛的各个正心 它的病理性质呢 就不外乎含热虚实 这几个方面了 这两个因素 虽然我们打钢上摆着有 但实际上呢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它考试价值并不大啊 病症鉴别 我们就不再重复的讲了 关于腹痛和胃痛 腹痛和其他的几个痛症的鉴别 大家自己看一下 辩证论制 第一个 含邪内主 含邪内主 应该是我们这里讲到的什么呢 外感食邪 也是病理因素里面的含宁 病理性质里面的含 当然这个含呢 有失寒有虚寒的啊 含邪内主 腹痛 痛的特点 是腹痛 狙击 有狙击感 这个狙击 我们讲头痛的时候说过 含邪所导致的头痛 是头痛狙击 头痛连向 头痛狙击 狙击收紧感 那么狙击是 含性收隐的一个特征 或者是这样讲 同学们遇到疼痛 描述为狙击疼痛的时候 请大家第一考虑 跟寒有关系 欲寒痛肾 得温痛减 这个更加说明是什么呢 对腹痛跟寒有关系 另外 除了痛能表现出来寒之外 它全身呢 还有其他方面的 跟寒有关系的表现 包括心寒之冷 小便清长 大便清晰 脉象呢 是一个沉紧脉 好 又一次出现了紧脉 跟受寒有关系了 寒邪内组的腹痛呢 用的是梁腹丸 合上正气天香散 散寒温礼 礼气止痛 梁腹丸 合上正气天香散 第二个 湿热雍质 湿热雍质 腹痛俱暗 凡可阴影 大便密节 这个湿热雍质 主要是雍质在哪呢 我们说腹痛 它不是胃痛 也不是其他的邪痛 或者是腰痛 只是说的腹部 腹部的湿热雍质 应该是雍质在肠道 湿热如果是中足在胃的话 那个应该是胃痛 现在的腹痛的湿热雍质 主要是湿热雍质在肠 因此它聚暗的同时 会有大便的特点 要么是便秘 要么是糖质不爽 再加上有炒热酣粗 那个舌相脉相 也提示呢 是一个湿热的表现 湿热的舌脉 台皇义脉向的是华硕 湿热雍质 我们讲主要是湿热雍质 在肠以大便的异常为主 因此呢 要泄热通腐 行气导致 用到的是大成气汤 用成气汤 来泄倒肠中的湿热之邪 第三个 饮食机制所出现的腹痛 腹痛为胀痛 俱暗 爱腐吞酸 基本上呢 这里就可以诊断了 腹痛是胀痛 俱暗 爱腐吞酸 还有厌食 腹痛欲泄 邂后痛解 为什么邂后痛解呢 因为它的腹痛 就是因为饮食机制 所导致的 邂邂等于是把病因 给它排除出去了 所以呢 它邂后痛解 胎逆 卖滑 这个是食机的一个特征 那消失导致 这又是一个比较例外的方计 我们讲过 咱书上的食机证 绝大多数都是用的饱和丸 只有一个没有用的 就是腹痛 记住食机腹痛 不用饱和丸 用的是致食导致丸 第三个干预气质 腹痛 腹痛也是胀痛 痛无定处 痛引少腹或牵连两斜 这些痛的特点 就说明这个腹痛 和干预气质有关系 干预气质 而出现的腹痛引少腹引两斜 而且气质疼痛呢 是胀痛走窜 再加上得爱气使气则疏 欲优思恼怒则距 它的这样的一些特点 发生特点 也充分的证明了 是一个干预气质 那么干预气质 用到柴湖疏干散 瘀血内停 瘀血腹痛 疼痛剧烈 痛如针刺 再一次出现了刺痛 固定经久不遇 光一个疼痛 就已经非常明确 这是一个瘀血症候 再加上舌脉 舌子暗 脉香细色 瘀血内阻的话 由于这个瘀血内停 停在哪呢 停在腹部 不是在胃 不是在斜 也不是在头 所以这个呢 或许化瘀 用到的是 少腹煮鱼汤 那用的是少腹煮鱼汤 中虚藏寒 这个正形的名字啊 有点别扭 中虚藏寒 中是指的谁呢 中交 虚寒正厚 那就是个阳虚了 腹痛的特点 绵绵实坐实止 而且细温细安 这样的腹痛特点 绵绵做痛 实坐实止 说明是虚 细温细暗呢 细温细暗 它提示是一个寒 所以光看这个腹痛的特点 它就是一个阳虚症候 再加了心寒之冷 气短懒言 为那不佳 好的 这些呢 都其实呢 是一个中交虚寒的一个表现 方济用到小腱中汤 缓急止痛 温中不虚 对于这个正形的方济加减 是需要大家多留意一些的 如果它这个腹痛绵绵 变了 不说腹痛绵绵了 它说腹中大寒痛 腹中大寒痛 呕吐 之冷 腹中大寒痛 疼痛 是个剧烈的疼痛 呕吐之冷 这个时候需要用到的 不是小健中汤 而是大健中汤 如果是腹痛 肩有下粒的 出现有腺腺 腹痛下粒 脉微之冷 这里呢 脉尘细 脉微之冷的时候 属于是体肾阳虚 那么这个时候呢 需要用到的方济 是腹子里中 腹子里中汤 再一个加减变化 肠道薰寒 冷肌便秘 既有腹痛 洗温洗暗 又有便秘 不是腹痛下粒 不是谢谢了 是便秘 这个时候呢 要用温皮汤 如果是中气 大虚的 虚弱的较重 这个时候啊 要用到的是 补中意气汤 好 这一个方济的加减 请大家呢 多看几遍 把它理解一下 尤其是 什么时候用大剑中 什么时候呢 用到了补中意气汤 好 关于腹痛 它的正行 也请同学们呢 做一个小结 那么在这里 尤其要注意的是 实际的 致死导致碗 因实际症 没有用饱和碗 致死导致 湿热雍质 用大成气汤 它的症状里面 有什么症状呢 湿热雍质在哪 在肠道 出现了有大便的异常 或者是便秘 或者是糖性不爽 小剑中汤的使用 在何时 用的是大剑中 什么时候 用的是补中意气 这个小剑中汤 不是唯一的答案 如果症状变了 应该怎么去选择 它的方计 下面我们来看 第七个疾病 谢谢 首先呢 依然是关于谢谢的概念 谢谢呢 指的是排便次数增多 分治稀薄 或者是顽固不患 甚至是呢 卸下如水一样 以这样的表现 为特征的疾病呢 我们称之为是谢谢 谢谢这两个字 在古代 就有不同的区别 将大便汤膜而视缓 这称之为谢 清晰如水样 而视急 这称之为谢 这两个字呢 发音相同 但是写起来不一样 那么在古代呢 有着病是急缓的不同 那我们现在呢 一般是通称谢谢 把大便的这种次数增多 分治稀薄的这种表现呢 通称为是谢谢 谢谢的致反而 最早提出来有 致谢酒法的 是哪一个人物 或者是哪一部书 这是一个在历史言格里面 需要大家记住的一个知识点 具体的致谢酒法 有哪酒法 这个大家不用太详细地去分解它 就需要记住的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致谢酒法 是哪一个人物提出来的 李中子 在哪一部书籍中呢 一中必读 或者是考作者 或者是考书籍 那就建于哪本书 或最早有谁提出来 记住这个知识点 第二个我们看到 谢谢的病因病基 谢谢的病因呢 分了外感和内伤 两大类 内因的饮食情质体虚 三大类 外因 外感寒湿暑热 外感了这些病血 但是呢 在这些病血当中 以哪个病血最为多见 那么在病因里面 考点就是这一个 谢谢的外感病因 以下列哪一个为主 记住呢 是施血 病基关键 谢谢的病基关键是 施胜与脾须 既然呢 病因里面是以施血为主 看到病基呢 就跟施血就一致了 是施胜 脾须 因施胜而导致脾须的 多是脾性的谢谢 有脾须而后生施的 则多是一个慢性谢谢 施外施容易困脾 困脾之后呢 脾须又容易生内施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谢谢 施血无论是内外都和施有关系 要么是外感施血 或者是伤及到脾胃 内生施血 施性趋下 施血下注 下注肠道 而表现为大便的质地稀薄 那么在病基关键里面呢 大家重点就记住 脾须和施胜 病胃在肠道 与肝肾有关 基本病基呢 就是脾须失胜 肠道功能 失失而发生现现 这一个意义也不大 说到病基的话 这一串的描述考试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这四个字是重点 它在病基关键这里 治疗原则呢 是蕴脾化石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都是一脉相成的 失血 失胜 疲虚失胜 孕脾化石 一条线 所以呢 我们就是讲到 病因病基这一块 一定要抓住核心 它的核心就是 失胜 疲虚 外感是失胜 内伤就是一个疲虚 治疗呢 孕脾化石 在治疗里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考点 就是谢谢的治疗经济 谢谢治疗经济里面 大家需要记住这两个 暴泻不可咒用 补塞 以免关门流扣 久泻不可分离太过 以防截其经验 这两个治疗经济 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考的时候呢 考某一个 比如说这样问 说暴泻不可用下链 哪一个治法 或者说 久泻应该啊 不能用下链 哪一个治法 这是他的治疗经济 需要大家记住这两个 暴泻不能用补塞 然后久泻呢 不可分离太过 关于谢谢的诊断鉴别 我们看到 谢谢和利己 谢谢与利己的鉴别 二者呢 都是大便的次数增多 分质稀薄 谢谢呢 以分质稀薄如水样 或者是顽骨不化为特征 它的大便的质地 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是不伴有浓血的 谢谢呢 质地里面呢 没有浓血 也没有伴有 里己厚重下坠感 利己的特点 是里己厚重 大便赤白相间 浓血相间 这是这两个 很典型的一个 分质的区别 以及伴有 里己厚重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我们看谢谢跟霍乱的区别 霍乱 典型的特点呢 是上吐下泻 同时并坐 这是霍乱 它也有大便的分质稀薄 次数增多 但它同时会见到的呢 是上 有欧吐 上吐下泻并坐 并且呢 霍乱 发病急咒 变化迅速 病情凶险 那 谢谢就不是这样的了 谢谢的话 它大便的直立稀薄 但是呢 没有办法有 呕吐的特点 同时呢 谢谢也不像霍乱 这么凶险急咒 这是谢谢和霍乱的区别 那么霍乱在上吐下泻的时候 吐的是未消化的食物 泻的多是黄色粪水 如米干 这是霍乱的上吐下泻 它的内容物的一个特点 接下来我们看到 谢谢的正形 第一个 含诗内圣 含诗内圣 有诗写 说谢谢的 并音关键呢 是诗 这是一个含诗 谢谢清晰 如水样 好 第一个 记住了 含诗 谢 谢谢的质地 特点呢 是清晰 如水样 浮痛 肠鸣 因为肠道里面 都是清晰的水啊 所以它在 谢谢的时候 水液流动 就会有 肠鸣 浮痛 肠鸣 蛇之淡 胎是白腻 脉向如缓 这是含诗的特点 含诗 胎白腻 脉如缓 关键就是看它 谢谢质地的特征 是清晰 如水样 有腐痛肠鸣 或者可兼有 外感 风寒的特点 这个含诗内圣啊 也 或者会有 外感的特征 那么兼有外感了 就物寒发热了 胎是伯 白脉是腐的 方济呢 用到的是 祸香正气散 在谢谢里面 也有一个 用到祸香正气散的 上涂下些 呕吐啊 呕吐和谢谢 呕吐里面有一个 呕吐含血客味的 呕吐上涂下些 都有用到这个 祸香正气散的 都是一个外感 并且 第二个 湿热伤中 第一个是寒湿 第二个是湿热 都有哪一个呢 对 都有湿 外感不离湿血 湿热谢谢 卸下急迫 湿而不爽 分色黄鹤其味臭灰 肛门灼热 好到这里 这是他谢的特点 湿热谢谢 谢谢的特点 是分色黄鹤其味臭灰 伴有肛门灼热 这是他谢的特征 剩下的就是我们说到 全身的湿热表现 发热呀 口渴啊 舌红 胎是黄逆 脉向是滑硕 或者是乳硕 那么这些湿热的特征 我们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 湿热症 寒湿症 痰热症 痰灼灼症 像这些反复出现的症候 希望同学们能够找到 他们的共性 湿热谢谢 葛根勤年汤 清热造湿 分粒止谢 用到的是葛根勤年汤 第三个 食至肠胃 又叫做食肌谢谢 食肌谢谢 卸下 臭如败卵 同时呢 会有腐痛 那么这个腐痛 表现为是 蟹后痛减 若只说它蟹的特点 我们说这是一个蟹蟹柄 不是食肌腐痛 也不是食肌呕吐 是个食肌谢谢 那么一定要抓住 蟹蟹特征呢 是蟹下物 臭如败卵 这是食肌蟹的特点 加上腐痛 蟹后痛减 以及爱抚吞酸 厌食 那么这些 共同的食肌的特征 方济呢 依然是饱和完 消失导致 第四个 肝气成皮 谢谢肝气成皮 素有胸脚胀痛 每一脑怒 情绪紧张的时候 而发生 谢谢 这些又是一个和情质有关的正形 和情质有关的 那都是一个肝气 瘀制 那就是个肝气成皮 发生的是什么呢 腹痛而泻 腹中雷鸣 公窜左痛 使气贫坐 那么这些 其实是有肝瘀气质的表现 腹痛 谢谢 腹中雷鸣 尤其是气质在哪呢 公窜 使气 脉想 悬 以及它的发病的诱因 方济呢 用到痛谢 药方 肝气成皮 腹痛而泻的 代表方济呢 就是痛谢 药方 品味虚弱 谢谢 表现的是食堂食蟹 千言反复 谢谢的这么一个特点 说明它是一个虚症 食堂食蟹 残眠难遇 千言反复 再加上什么呢 食嫂 面色尾黄 神皮倦淡 这是典型的一个脾胃气须 这是一个脾气须 谢谢的并肌关键 是食肾和脾虚 这个正行呢 就是最典型的脾虚谢谢 脾虚谢谢 方济用到森林白珠伞 这里面呢 它提到了一个 什么情况下 谢谢加重呢 烧尽油腻食物 则 续下次数增加 因为脾胃虚弱 运化能力下降 所以呢 这些油腻的食物 不容易被消化吸收 而见到了 烧尽油腻呢 则谢谢加重 方济记住是 森林白珠伞 脾虚谢谢 健脾一气 化湿止泻 圣阳虚的谢谢 黎明前的腐痛而谢 谢谢内容物呢 是顽骨不化 并且呢 谢后则安 这是最典型的五更谢谢 提顺杨虚 就是我们说到的五更谢谢 又叫鸡鸣谢 这个时间是一个 比较有特征性的辩证点 黎明前的腐痛而谢 谢后则安 并且呢 卸下内容物 叫顽骨不化 又兼有了腰息的特征 那四神丸 五更谢谢的最 直接的一个方计 四神丸 好 这是肾阳虚衰 欢迎谢谢 我们来看这几个真型 寒食 湿热 食肌 再加上脾胃虚弱 肾阳虚衰 单气成脾 那么这些 谢谢 第一呢 同学们是要考虑 卸下内容物的特征 其次呢 就是疾病的原因 有没有和情质有关系的 发病特点 有没有这个在 谢谢的时间上 有什么特征啊 等等 每一个 把它的最关键的 要点 跟别人所不一样的地方呢 同学们要自己能够说出来 在方计里面呢 没有什么需要特别交代的 这些方计都是 比较很直接的 比较有代表性的方计 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这谢谢 是一个重要的考试疾病 请同学